母亲 我从来没有叫过一声母亲 我已经原谅了你和父亲 请宽恕我吧 黑色的兽皮滑下 一个紫金球出现在塞尔特的手中 一块白色的名牌镶嵌在低座上 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叉字符号和一句话 抓住精神世界的秘密 此家族荡案 卡帕斯双手垂下站着 静静地看着塞尔特的仪式 仿佛担心打扰到对方 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一点的声响 塞尔特将紫金球放在祭坛上 嘴里轻声地呢喃着 双眼微微闭上 他跪伏在地板上 与祖先和父亲诉说着艰辛和心愿 高空悬浮着的白色纪念堂外 云团翻动 云团翻滚 闪电划过 突然 塞尔特心中一领 待抬起眼睛观察时 紫金球已经移到帕卡斯手上 一睛之下 塞尔特本能想要使出最强的魔法 却发现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可能施展 同时 更加令他恐惧的是 他的双腿竟然站立不起来了 他跪着的地方 不知何数冒穿两道紫环金铁钩 紧紧地扣住了自己的双腿 塞尔特凶脑成怒地瞪着卡巴斯长老 一时之间愤怒堵在胸口 竟说不出话来 本来已经想好了 等文件毁掉之后 就马上下手做掉这个可恶的老头 却没有想到 被对方先给机关困住了自己 卡巴斯长老一声长笑 尖尖地下巴得意地向上扬起 对不起 塞尔特大人 你们家族的精神控制术 实在是太有趣了 这样毁了 岂不是可惜了 还是让我替你们保存下去吧 哈哈哈哈 刹那之间 塞尔特的脸色油红转白 再油白转绿 他惨笑了一声 还是仲裁长老狡猾呀 怪不得要我在圣贤塔里 毁掉文件呢 这本就是你的地盘 好吧 我认输了 你打算把我怎么办 杀了我 卡巴斯掏出一块方巾 把紫荆球小心地包好 放到怀里 又摸出一个不大的长条盒子 从里面抽出一根粗粗的银针 针的尾端 还连着一个透明的鲫鱼皮囊 他脸上的皱纹紧了紧 一脸阴险地笑着说道 谁知道伟大的塞尔特大人 精神控制术这样厉害呀 随便杀了你 实在是太可惜了 听说精神控制术的脑髓也是宝物 我想借用一点点活体状态的 希望你能配合 这时塞尔特的头上已经浸出了冷汗 不过脸上看上去倒是非常的镇定 你怎么知道我会乖乖配合 而且你真的相信 靠你自己的能力 能看到这个家族 紫金球的信息吗 况且你要学精神控制术 又有什么用 你看看我 有什么好的 告诉你也无妨 元老院面临换戒 我已经连任两届仲裁长老 怎么能保证其他元老同意通过延长连任戒术的决议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 至于查看紫金球的方法 我会有办法的 好吧 随便你怎么处置我 不过你就不担心帕吉吗 塞尔特满脸的嘲讽 心中抱着最后的希望说道 卡帕斯长老的脸色沉了下来 帕吉 你敢对他动手脚 你忘了埋下伏笔 是我的习惯吗 不过随手之劳而已 要不然也不会控制住梅西皇子了 像你这样的高手 我是不敢随意下手的 不过帕吉小姐 塞尔特的目光犀利地看向卡帕斯 谁想卡帕斯呼得又堆起笑容 一步步挪到了塞尔特的身后 你太小看我了 我相信帕吉肯定没事 你这个金鸡之子 突然面露凶光 兄妹乱伦生出的孽障 杀死你母亲的凶手 你们那被诅咒的家族 可以结束了 塞尔特连忙双手叠压 抱住头颅 身子胡乱晃动 似乎想以此驱赶 逐渐靠近身后的危险 却毫无用处 只见卡帕斯 已经将点针对着塞尔特后脑血处 伸出手伸过去 堪堪的就要扎上 突然 几乎是无法反应的一瞬间 塞尔特身体后仰 面朝上 后脑蹬的一声撞在地面上 同时 右手用力 将一个带着刺钩的白色力气 甩了出去 只插进了卡帕斯的右眼 霎时间 心血迸流 有卡帕斯的 也有塞尔特的 插进卡帕斯眼睛的 是塞尔特扭断扔出左手小臂的白骨 哈的一声惨叫 卡帕斯登登地倒退了几步 靠在了后面的墙壁上 纪念堂外 原本能够清晰看到 一团团方滚的白云 一下子全都模糊起来 实际上 这个时候 整个埃威尼翁城 都被浓雾所笼盖了 奥萨罗出现在龙之患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注意他 因为埃威尼翁城 今天不知为何 突然起了极为罕见的大悟 他诗诗然地行走在街道上 就像走到自家花园了一样 没有任何的停顿 他的步伐且慢且快 轻盈而坚定 一片一片的云雾在他身边飘过 如梦似幻的 很快 奥萨罗沿着大路 到了银龙筑底 走过小妖命名的水晶剑桥 他停下脚步 似乎有意听了一会儿 在此地特有的鬼虫的歌唱 然后 他感应了一下方向 继续前行 直奔淹尼的家而去 毫无预警的 奥萨罗出现在了 正在院子里散步的 洛克萨尼夫人面前 家里层层设置的 防御结界之类的东西 竟然半点动静也没有 紧接着 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了 笼罩一切的浓浓白雾 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消散 太阳出来了 仿佛刚才种种都是不切实际的梦一般 见到这样神奇的姨母 洛克萨尼夫人惊骇地张大了嘴 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恐惧在瞬间爬上她的心头 她只来得及后退几步 凝聚起全身的功力 准备应战 奥萨罗深紫色的眼睛 波澜不清 她看着她 目光丝毫也不犹豫 不等她开口 就见她伸出左手修长的食指 极为快速地点中她的恶心 快到她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她的手指就已经收了回去 洛克萨尼夫人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叫 你是被谁下的诅咒 她嘀嘀地带着磁性的声音 讲出来的龙族语言非常地道 一点也听不出她不是这里的人 洛克萨尼夫人僵了僵 她伸出手指着奥萨罗尖叫道 你 你 脸上的表情悲喜交加 洛克萨尼 维克塔利昂大喝一声 瞬移到妻子面前 对高大而周身散发着冷意的奥萨罗 怒目而逝 你是谁 洛克萨尼夫人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 她抓住了自己丈夫的胳膊 维克 他帮我解了诅咒 维克 我身上的诅咒没有了 我已经全好了 她的手指 神经质地紧紧地扣住了维克塔利昂 生怕她一不小心得罪眼前的大恩人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她的丈夫和她一样激动起来 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洛克萨尼 除了因极度高兴而眼泪汪汪之外 笼罩在她身上的暗黑之气 真的已经消失无踪了 我是奥萨罗 奥萨罗并不隐瞒 只想尽快了解事情的真相 他妄想洛克萨尼 我想知道 你被诅咒的经过 奥萨罗大人 谢谢您救了我的妻子 我为刚才的鲁莽道歉 您快请 维克塔利昂满脸的激动 他躬身邀请道 我们到屋里坐下谈 奥萨罗点点头并不讲话 是以他们前面带路 尽管罗格萨尼夫人心中有些不安 但好奇心却是占了上风 此人身上丝毫没有魔力的波动 也感觉不到他的实力 甚至刚才为他解咒 也是一下子之间的事情 根本连个咒语都没有念 当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记得当初那个魔族 在诅咒自己的时候 也是用了不少手势和咒语的 由此可见 其来历绝非普通 在他见过的人中 似乎只有龙皇陛下 可以与之相比 另外 从他的身上 他也没有感觉到 任何龙族的气息 即使他的龙族语言 非常的地道 来到客厅 家里仆人摆过茶点之后 就退了下去 罗克萨尼夫人 只是因为这种魔族的诅咒 实在是太特别了 我们想尽办法都无法解开 所以 奥萨罗静静地看着他 也不说话 那目光令的洛克萨尼夫人 微微感到局促起来 此人仿佛是天生有种威仪 令人不敢直视 听了他的意思 应该是在追查 当初诅咒自己那位魔族的下落 而且似乎对自己并无恶意 这个念头 让他心里稍稍踏实了一点 您知道 我是银龙族的 罗克萨尼夫人 看出他不喜多言 于是开始主动地讲述起 自己当初痛苦不堪的经历 那次与维克吵了架 跑到索尔索宫去散心 却不小心在索尔索宫魔兽森林里 发现了我们银龙族的圣物 银龙锦 他停了停 看了看奥萨罗 跟着又自然而然地解释道 其实只有银龙的尸骨和龙晶附近 才能找出银龙锦 这点我想大人 您可能听说过 奥萨罗点头 他的目光一刻也未离开过 洛克萨尼夫人 继续 他说道 我当时惊讶结了 因为那银龙锦 并非是一颗两颗 在不大一片区域里面 居然找到几十颗 上百颗那么多 洛克萨尼夫人的眼中 闪耀着金锯以沉痛 他摇摇头 我太冲动了 一想到有那么多铜族的尸骨和龙晶 会出现在这里 我就忍不住想去弄清楚 降到这里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没有想到 那里会出现魔族的身影 他又抬眼看向奥萨罗 我想如果遇到普通的魔族 我还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 可是那天遇到的 偏偏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大的对手 我边打边逃 想凭借自己的速度逃过一劫 可是他却紧追不舍 还在我身上下了诅咒 令得我的龙晶完全失去作用 他想起当初可怕的情形 声音开始微微发颤 这个时候 一直坐在他身边的维克塔利昂 伸出手轻轻地缓住他 竟是安慰的 都过去了 没有事的 洛克斯安尼夫人望了望丈夫 嘴角扯出一个小小的温暖笑容 接着他继续说道 活到时浑时时尚 龙晶又不能用了 全凭本能再逃 后来不得已 将我父亲留给我的几个 保命用的火银龙豹 朝他丢了几个过去 希望能挡住他跟踪 可惜 却没能阻止他太久 眼看他又追尽了 他叙述到这里 太息了一声 其实已经追到离我不太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 他好像有了什么事情 或者被人叫住 接着迅速就离开了 你发现 严龙锦的地点 奥萨罗拿出一张 瘦皮制成的魔兽森林地图 那上面有地形 魔兽分布 以及植物分布 都标得非常详细 洛克斯安尼夫人 仔细地将那地图看了一遍 然后伸出手指 在上面画了一片区域 大概就在这里 奥萨罗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他站起身 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 奥萨罗大人 请您等一下 灰克塔利昂叫道 其实罗尼被叫回来之后 我们派了很多人去那里 却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线索 红 奥萨罗转过脸望向他 如果您不着急 我可以帮您整理一份 目前收集的资料 灰克塔利昂一方面 非常感激奥萨罗 解开了妻子身上的诅咒 另一方面 也希望早日找到那些遗失 在俗儿所供的族人的尸骨和龙精 早日查出事情的真相 雪域迷成的融化变形 结构之惊喜 计划之周密 远远地超过了龙皇的月亮 设下这个局的 会是龙之患的高手 龙皇陛下轻轻地摇了摇头 在心里细细地数了一遍 似乎能够想出这样对手 达不到的这种能力 也或许自己已经落伍了 对于龙族高手的资料都落后了 再有一种可能 就是来自其他大陆 或者神魔二界来的高手 参与设下了这个迷宫之局 不管怎样 这次面临的挑战难度 颇让他吃惊 也让他很过瘾 毕竟好久没有遇到 这样独自面对难题的机会 真是难得地开心 不知对方使用了怎样的技巧 竟能设计出如此出色的一套系统 白天的时候 雪域迷成地下迷宫 通过冰雪的融化 挤压和流动 悄然地发生了各种隐秘 而复杂的变化 而到了夜晚 又迅速凝固成前一天 似是而非 表面上相似 实际上却大不相同的 地下空间结构 说不定是利用透过云层 传下来的阳光的能量 又或者在有毒冰盖的上方 有着超级强大的敌手 能够运用特殊魔法 来影响下面的冰雪结构吗 龙皇原本设想的 依靠自己强大空间记忆能力 和气味循迹的脱险计划 很显然 这次都派不上用场 同样重要的是 这里的生存环境之恶劣 冰雪毒涨之强大 也是让整个陷阱 变得可怕的必要条件 没有任何的生物存在 也缺少新鲜的空气 在如此忧逼而寒冷的空间中 除了龙之患的龙皇 真不知道还有谁 能挣这么久的时间 谁还能毫发无伤的安全脱险 但天下没有解不开的难题 何况只是一个冰雪迷宫而已 龙皇陛下有着强大的实力 和必胜的信心 他首先收敛心神和能量 采用碧气的功法 尽量借着身边无穷无尽 取之不竭的毒素和冰雪之力 顺势而为 发挥出不为人知的龙皇秘迹 经过仔细地勘察 观察和耐心的守候 龙皇终于发现 让冰雪局部变形的能量规律 接下来 就是寻找空间变化的重要节点了 再怎样 对手所能改变的 也只是局部环境 总有一些大的结构 体量和空间是无法改变的 这一点 龙皇深信不疑 日子一天天过去 深陷险境的龙皇 终于是脱离了血域迷城的范围 向地底深数绕了过去 所料不到的是 他行进的路线上 居然有个大奖在等着他 一个神奇的地下宫殿 不知道是哪一带龙皇留下的宫殿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开启眼前宫殿的咒语 竟然是龙皇的秘咒 那个在他继承皇位之时得到的 一直都没有用过的秘咒 如果不是竖在殿前紫荆柱上 且要用秘咒开启 他都想不起来 还有这档子事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